记录健康 卫生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每人每日的盐摄取量为5公克 但是国人一天就吃了15公克 是建议量的3倍 到底盐吃多 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盐的迷思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 家医科医师 陈伯承 陈医师 家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 联合报医药组记者黄文彦 家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提到这个盐呢 每一个人一定都会吃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何者是人类最常使用的食用盐呢 第一个是海盐 第二个是盐盐 第三个是胡盐 我们先来问一下博宇 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一海盐 因为我觉得海水 尤其台湾四面环海 这种好像晒一晒就可以把那些盐晒出来的 所以应该是我们最容易取得的盐分 是 陈妮呢 我觉得是三 因为一跟二感觉那个颗粒比较大一点 所以平常用的应该是胡盐 是 前菜呢 我觉得应该是盐盐啦 因为一直说盐是矿物质 矿物质所以应该是盐盐 所以我们一二三都有人选 博宇医师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其实我们讲的是人类最常使用的盐的话 那最简单得来的就是海盐 直接把海水晒干的海盐会比较多一点 那盐盐或胡盐的话是针对比较内地的地方 就是他们可能没办法有海盐这样子的一个摄取 所以他们摄取的是盐盐或胡盐 所以答案是一 海盐 其实提到这个盐呢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摄取它 它到底对人类的功用是什么呢 因为盐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就是会给我们很多的电解质 那电解质对我们身体非常的重要 我们身体很多的器官包含我们的肌肉的收缩 都要有电解质它才有办法动 那这些电解质呢 它在我们身体上面就产生所谓的一些电波 那这些电波呢 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产生一些生理的一个作用 那最常听到那个电波 就是我们的心电图的电波 所以我们心脏要收缩的话 最起码要有三种不同的离子 一个是钠离子 一个是钾离子 一个是钙离子 这三个全部要煮的情况之下 它才能够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缩 如果其中有一个是缺乏的话 那整个收缩都会出现问题 原来小小的盐对我们人体有这么大的一个用处 那我们先来问 像以牵态来讲好了 你们平常用盐的习惯都怎么样呢 用盐的习惯因为常常老人家都会说什么 万一你嘴巴破或是感冒的话 就是可以用盐啊 涂抹在你的伤口上 或者是喝盐巴水这样子 那我曾经就是嘴巴有破一个大 就是嘴唇那边破一个洞 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就拿盐抹了一下 就发现更严重 超痛啊 对它扩散了 白色的地方扩散了 然后受不了 我就跑去药局买那个点嘴巴的药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感觉快要感冒 轰轰有点痛 然后我想说 应该不用买浮帽热饮吧 就先喝盐巴水看看 然后就照三餐这样喝了三次 结果隔天还是 还是看医生好了 对啊 所以就感觉都没有用 所以我想问医生 那些方法到底是有没有用的呢 对啊 嗯的确啊 伤口上撒盐巴 好像是比较不大好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会很痛啊 那伤口上如果用的是生理食盐水 也就是说它含有电解质 可是跟我们的身体的那个电解质 是一样的 溶度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其实抹起来会很舒服 不大会有刺的感觉 但是你当然撒了那么多的盐巴 上去的时候 它反而会有刺激的问题会出现 那它杀菌的主要的原理 就是做脱水的动作 所以它把撒到食物上 上面去要做腌制的时候 它是把食物的水分给脱出来 因为少了水分 这些细菌就无法生存 细菌无法生存 食物就可以保留住 但是因为我们的嘴巴 我们或者是身体上面的伤口 我们不能给它做脱水的动作 那你把这个盐巴撒上去的时候 你要做杀菌的动作 应该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你要看医师 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巴 而且感觉真的超痛 那妮娜你的经验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妈都会拿盐巴 就是盐梅子 那就是像古时候 就是不是都会拿盐巴来盐食物 或甚至是拿来融那个就是冰冻的道路 就想知道说 为什么会有就是这么神奇的功效 对好像万用 因为盐它有它是一个特色在 刚刚所说的在腌制食物来讲的话 它会做脱水的一个动作 避免细菌的一个滋生 因为细菌要滋生要温暖又要湿 但是你把这个温暖跟湿 这两个都拿走的话 细菌就不会滋生 食物就可以放久一点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它就是要盐分要很多 才有办法做到脱水的动作 那盐撒到冰上面 让它溶解的是 因为盐水它的所谓的零脊 就是冷冻下 变成冰块的这个 的温度要更低 它不是零度 我们一般的纯水是零度 它就可以结成冰块 可是盐水不是 如果盐水在零度就可以的话 那我们的海洋全部都是冰 它就是因为高盐 所以它不能完全结成冰 它要更低的温度才有办法 那当你如果温度 外面的温度没有那么的冷 你只要不要把一般的 所谓的纯水的冰 上面撒了盐 变成盐水的冰 它就会达到它的 所谓的冰冻的温度 所以它就会溶掉 而不会结成冰块 越来越似 那柏玉你的经验呢 我通常摄取盐分 还是以就是一般煮饭炒菜的盐分 就是加的食盐为主 那可是我有时候运动完 如果身边没有运动饮料 我可能就会就是用水 然后泡一点盐 喝盐水这样来补充盐分 可是我想请问说 为什么就是运动完 就一定要喝运动饮料 这样补充盐分 其实我们就是在运动的时候 身体会流很多汗水 那我们流汗的时候 它不是只有把水排出去 它会排出很多不同的东西 尤其是电解质 那会因为你排汗的时候 流逝非常的多 那我们刚才有所说的 你身体要运转 它必须要有电解质 而且要足够 我们肌肉的收缩 到我们心脏的跳动 都需要到它 那当你已经排出那么多以外 我们不只是从看水排出 我们甚至会从小便排出 甚至有些人在感冒的时候 会从肺部要咳痰出来的时候 要排出这些的 任何的排出的动作 它都会有含电解质 那当你流失掉这些电解质 你必须要把它补回来 你身体才能够达到它的平衡 当你电解质不足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你肌肉会没有力 收缩会走路或收缩化 都没有办法达成 那最常见到电解质缺乏的时候 是在肠胃炎拉肚子的时候 当你拉了很多水的时候 电解质很缺乏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拉到站不起来 或拉到四肢五粒 那就是因为电解质不够 所以我们就会肌肉 无法好好的收缩 原来如此 其实提到这个盐水 我们就会自然想到这个食盐 那现在非常热门的 其实就是这个玫瑰盐 跟这个盐盐 那是不是 例如说 这种东西吃太多 我们曾经有看到 就是说有民众 因为这样子要洗剩 这个其实在一些牛排 牛排餐厅 其实蛮常见的 那个盐的颜色 其实都非常漂亮 那其实这个盐的颜色 为什么会非常漂亮 其实就是因为 它有一些那个 有一些矿物质 有一些重金属 那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适合吃 那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这些精致过盐 其实没有点 那没有点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如果缺点的话 会造成那个大脖子 大脖子 对 就是甲状腺会不足 那这个其实就会 甲状腺不足的话 会造成一种叫 内阴性的肥胖 我们肥胖可以分为外阴性 外阴性就是你吃太饱 那内阴性的肥胖 其实就是一些疾病 或是遗传 那你甲状腺不足的话 就是造成 甲状腺不足 你就会虚胖 虚胖的话你就会造成 因为看起来胖胖的这样 博程医师也要补充 的确我们在所谓的 刚才所说那三样的盐的 一个选择里面 海盐里面就会含有点 因为它来自于海 那在虎盐或者盐盐这一部分 它没有来自于海 可能点会比较少 可是因为它是在土地上面 或者是在那个洞穴里面 它就有可能会有一些 矿物质融在里面 那这些矿物质融在里面之后 它就会产生那个颜色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玫瑰圆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铁这一部分 融在里面之后 它产生的这个颜色 所以当你在吃这个颜色的 这个盐的时候 你不只在吃一般的 我们所谓这些电解质 你还在吃它里面 该有的一些矿物质 可是问题就是处在这里 你需不需要 你所吃的矿物质呢 我们当然是 你缺什么补什么嘛 那你如果不缺的话 那我们就建议你就可以不要去补 但是你要去了解说 不是东西看起来漂亮 就一定是我们需要吃的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就是说 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我需要的 那刚刚讲的牛排这一部分 去配一下有颜色的这个盐的话 那如果你配的盐 它含有铁 那牛排又含有铁 那你是不是就摄取过多的铁了 那这一部分 是不是你今天就是所要的 那当然对女生他在月经期 他要补铁的话 那是非常的好 可是男生的话 因为我们不会有缺点性贫血的几率 那我们就不需要补充那么多的铁 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它里面有没有我们所需的 有需的我们再吃 没有我们需的 那就不要吃那么的多了 盐这个字的话 它其实就是阳离子跟阴离子 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之后 产生的结晶体 那阳离子非常非常的多 硬离子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些东西结在一起之后 是不是可以使用 那如果是可以使用的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它 那个就叫做食用盐 但是这个离子如果它结合在一起 是我们身体没办法去使用 或者会导致身体有害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不能吃的盐 那个就会拿来去用在工业上面 所谓的工业用盐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 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我今天吃的是什么样的盐 而且它的成分是什么东西 那是不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盐的摄取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尤其是针对这些肾脏病患 或是甚至有甲状腺肌能抗筋的人 到底他们应该要怎么摄取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你